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清华大学内一所全球领先的实验室 这是一位在专业领域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他是中科院院士洛建斌 洛建斌从事的领域是摩擦学 尽管摩擦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是摩擦学这门学科绝大多数人闻所未闻 最简单的是人要是没有摩擦的话 人家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办法行走 包括我们日常骑的自行车 还有我们日常的所有的机械装备 基本上都涉及到摩擦 当然这些高领域航空航天军工 以及一些高阶段的领域也都涉及到摩擦问题 摩擦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 在野外崎岖不平的小路行走时 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 而下雨天的湿滑路面又容易滑倒 凭借滑板 人类可以在雪上飞驰 依靠铁轨 列车则可以将千万吨货物 快速运送到陆地上的每个角落 从某种意义上说 摩擦是我们在地球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摩擦的印记 千百年来 人类在生产生活中 对摩擦的认识逐渐深入 各种交通工具 工程机械 以及现代自动化设备 被逐一创造出来 带来了高效与便利 但同时 摩擦引起的各式各样的磨损 以及由摩擦造成的巨大能源消耗 也逐渐引起全球科学家的重视 中国确实是一个制造大国 也是个高能耗的大国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摩擦摩损 所战争的GDP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仅以5%来算 可能每年都要从3万亿到4万亿 这样的一个经济损失 所以作为一个摩擦学家 就是润滑能够第一 把摩擦系统降下来 把摩擦能耗降下来 第二 把磨损降下来 把设备的使用数量能够提高 这就是我们的两大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 润滑油是应用最广泛 也是最有效的减少摩擦的方式 但在科学上 中国的摩擦学研究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 虽然起步较晚 但在中国摩擦学界 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努力下 短短40年的发展 已处于世界前列地位 骆建斌院士 正是当今 我国摩擦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如今 骆建斌和团队 正将目光投向了 名为超华的全新课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室 做测量摩擦的能量耗散 测量系统的 这个是在 大家看看他们正在 还在做实验 我们这个系统 做是研究摩擦的能量耗散系统 那我们就希望能看 什么摩擦是怎么起源的 能不能最后把摩擦 给它屏蔽掉 或者限制掉 作为我国摩擦学研究领域的 顶尖科学家 杜建斌一直以毒辟蹊径 追求突破为特征 活跃在国际学界的前沿 但他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事业的每个关键点 都会和摩擦紧密相连 并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 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洛建斌出生于陕西的 一个农民家庭 1978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东北大学材料专业 毕业后 洛建斌被分配到 西安电缆厂工作 在那里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摩擦 拉拔那个铜丝嘛 拉拔铜丝到夏天后 拉拔的时候呢 铜丝都氧化了 就变颜色 一变颜色一氧化 就变成废皮了 那么怎么办呢 就改善它的润滑条件 就发现这个一改善 它的颜色马上就 就恢复过来 就变成正常的 这个拉丝颜色 所以这个才感到 润滑的作用还是非常巨大 工厂拉拔铜丝 过程中的润滑问题 是洛建斌世界中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他就此问题进行研究 并发表了 人生中第一篇专业论文 虽然这只是很基础的 摩擦学问题 但也就在这个过程中 喜欢迎接挑战的洛建斌 对摩擦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也认识到了 自己的不足 所以就对摩擦的 制舍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就想应该在国内 找一个摩擦学的权威机构 在那边去进行一部分 时间锻炼 结果后来就查 在传国去查 哪个大学 招博士 摩擦学比较好 后来发现 清华大学有个 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个温师柱老师 温师住院时 当时是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 能考上温老师的博士生 让洛建斌兴奋不已 温老师给洛建斌布置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参照国外最好的样机 制造出一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摩擦测量椅 他在给洛建斌的信中写道 工碧先例其器 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 是在原子和分子的基础上 构建而成的 这些微小的粒子 用肉眼和普通的显微工具 是完全观察不到的 它们的大小 需要用比微米更小的纳米单位来表示 构成我们用于呼吸的氧气的氧分子 它的大小只有三分之一个纳米左右 要进行更深入的微观摩擦学研究 就必须拥有一台更先进的摩擦测量椅 当时的英国研发出了世界最先进的摩擦测量椅 它的分辨率已经可以达到几个纳米 但是在这个领域 国内仍旧属于一片空白 如此艰巨的任务 陆建斌能完成吗 千年南风的好机遇 这个仪气能做出来 你可以探索这个心理一个领域 所以对润化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司机 所以这段期的非常重要 把挑战当作机遇 洛建斌按下决心 不仅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还力争要超过它 进而利用这些观测设备 研究探索世界最前沿的摩擦学难题 这间实验室中 摆放着洛建斌研发的测量仪 目前已经更新到了第六代 分辨率已经达到了0.5个纳米级别 大幅超过当时英国测量仪的记录 以这些观测仪器为基础 洛建斌开始向世界摩擦学理论的 一个个难点发起了冲击 从最早达芬奇对于摩擦学的研究 到现代摩擦学的建立 摩擦学的理论体系 在宏观领域已经搭建得十分完善 但是纳米尺度下的微观领域 在当时尚且无人踏足 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大的空白区 几百年历史来说到这地方是空的 还没完全填补 所以历史上有一个机遇 你要不做别人提出来了 那就被人完成了 过程中可能有很多次失败 失败再调节再改再失败再改再改 所以这里面含着大量的心血 自主研发的摩擦测量仪 给洛建斌的研究带来了大量的数据支撑 经过反复推论和分析 洛建斌发现了纳米尺度下 一种全新的润滑机制和状态 它将这个概念定义为薄膜润滑 薄膜润滑的发现 填补了近百年来摩擦学领域的空白 得到了国际摩擦学界的广泛认可 以此基础研发出的润滑油 如今被广泛运用于汽车制造 机械加工 航空航天等领域 薄膜润滑物理模型的提出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这也是机械领域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第一个项目 发现和定义薄膜润滑的那一年 洛建斌33岁 人思维有两种 一种人是横向思维 一种人是纵向思维 所以横向思维人比较快 他反应敏捷 那么纵向思维呢 他只是把一个问题会想着想着想着 非常非常深 我个人我自己觉得 我是偏好于纵向思维 所以这种人适合也是做研究 2014年7月 洛建斌联合天津市政府 在天津市东立区 创建了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目前已经孵化出了15家高新技术公司 注册了100多项专利技术 在突破了薄膜润滑的理论研究之后 洛建斌和团队的成果 在他的努力下不断向应用拓展 一次偶然的机会 洛建斌到一家计算机硬盘磁头公司参观 他了解到该企业在硬盘的制造工艺中 面临着提高磁头抛光精度的难题 眼光独特的洛建斌当即意识到 如果将自己的技术运用到生产工艺中 将为该企业减少磨损 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薄膜润滑状态研究所 想看纳米颗粒加到润滑油里边 对润滑效果有什么改善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发现纳米颗粒加进以后 会有微抛光的作用 经过多次尝试 他将此技术运用到了 该企业的磁头工艺生产流程中 成功地将磁头表面粗糙度 降低了50%以上 大大提升了硬盘产品的性能 原来是几个G 几百个G的硬盘杖 现在当然都剔了 那个密度可以提高了 那个对它的性能来说提高非常关键 所以当时他们也很感动 然而洛建斌并没有想到 进行应用过程中 转向抛光方向的研究 来自同行和各方的质疑 因为这个毕竟来说 不属于摩擦学的这个传统领域 在摩擦学正宗的人 做摩擦学润滑理论 做这个 所以大家就有一部分人 觉得你这个东西 都属于外面邪道了 去做这个抛光区的 多年来 洛建斌致力于摩擦学领域专业研究 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与敏锐的洞察力 他善于捕捉 具有极大发展前景的科研方向 并敢于尝试和挑战 在质疑声中 他坚持带领团队 将抛光技术 与电子器件制造相结合 实践证明 洛建斌这个大胆的选择 是正确的 一个全新的应用方向 就此被他开辟出来 有时候机遇来了 就需要尝试一下 但是尝试可能会有很多困难 但是人生我觉得很值得试一试 而且计算机会涉及到 人类工业国防各个领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的意义会 价值会非常高 所以我们就要下决心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下决心去把这件事做成 硬盘和芯片制造 是计算机的核心技术 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 洛建斌带领团队成员 已经研制出了芯片 抛光基础设备之一 为我国芯片制造行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决了国内制造业的重大需求 摩擦学研究自兴起至今 一直致力于降低磨损 节约能源 提升人类生活和生产质量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纳米技术不断深入 上世纪90年代 估计摩擦学界 开始提出超滑概念 所谓超滑 就是指摩擦系数 降低到千分之一 或以下的状态 在超滑状态下 摩擦力将会被降低到 一个极小的数值 并无限度接近于零 超滑从理论上研究 就是相当于是摩擦系数 为零的摩擦状态 就是超滑 但是绝对为零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工程上 摩擦系数非常非常小 千分之几万岁 甚至十万岁 非常小或者接近于零的状态 就是超滑状态 一直处于摩擦学界前沿的 骆建斌 带领着团队与国际上 同步开展了相关研究 到底怎样实现超滑 应用何种物质实现 这骆建斌时刻思考的难题 而发现就在不经意间 悄然而至 在做实验的时候 有一天就把这个酸奶 带到这个实验室去了 他就把那个 夹到我们那个实验机上 去试一试 反正也没人管 自动做实验 就回来后 过一段时间 后来后一看 突然有一个摩擦系数 非常降低 一下降低到千分位了 实现超滑状态了 结果他就跟我们一回报 我们是非常高兴 我们是非常降低到千分之处 三点都实现超滑是什么原因 酸奶能够实现超滑的消息 让洛建斌和团队成员喜出望外 他们立刻根据酸奶中的 四种主要成分 分成了四个小组展开了研究 我们特别是我们做乳酸菌的 那个年龄的 我说后来马尼然也留下来 他就经常在显微镜上 看那个乳酸菌 到现在以后再也不喝酸奶了 那一看那个乳酸菌在里面 动来动去的 还是挺难受的 虽然由于实验设备的限制 酸奶的超滑研究被暂时终止 但是这次的发现 也让洛建斌意识到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 值得自己去留意观察 杭州做菜的时候 杭州有那个纯菜 纯菜熬了一个汤 纯菜用筷子死活都夹不住 一夹它就溜了 必须拿勺子往来才能喝 我觉得因为我们超滑 当时又没做出来 刚好是酸奶的超滑失败了 以后的色 我说这个纯菜这种滑溜 会不会有它的 有一定的超滑呢 结果后来就做了一个实验 模拟实验机 用那个压的办法 看纯菜运动 最后后来发现 纯菜确实是 摩碳系组可以达到千分之五 0.005 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润滑材料 洛建斌经过不断实验论证 他在几种生活常见物质中 发现了超滑的现象 并将这些物质进行系统分析 实验 从而在超滑领域 实现了重大突破 后来就发现 在酸起的很大作用 所以才开始了 超滑这个开辟一个新的体系 就是酸和醇 以及磷酸 醇磷酸等等这个体系 我们一下就 发现了超滑这个新的体系 这个体系像液体超滑里面 全世界每几个 以色列做的就是 这两个云屋表面加盐水 做这种超滑 日本是东北大学 给他现在教授 在陶瓷里面用醇水做出超滑 基本上就这两个 我们一下大概几十种材料 酸和醇结合 以及碱 盐 这些溶液里面都吃起来超滑的 新体系的发现 创造性拓宽了超滑领域的研究范围 目前清华大学摩擦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超滑领域的研究 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尤其是在液体超滑领域 不仅实现了多种材料 多种条件下的超滑 还实现了目前最低的摩擦系数 洛建斌因为在摩擦学领域的重大贡献 于201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但是我们也有经过挫折 也停顿过 把我们做超滑 做完失败过 中间也停顿过 第二次又失败过 中间又停顿过 后来又做出来 这个过程也是气息丰富 气息丰富的 经历了很多波折吧 好处就是我们没放弃这个方向 如果说停顿后放弃了 也可能就永远放弃了 没放弃还得不断地探索中 之后机会终于出现了 目前超滑现象 虽然只能在实验室中实现 但在多年后 终将会运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 随着摩擦系数的降低 人类将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如人工关节的指环 将无需再考虑使用寿命 工业生产将因为摩擦系数的降低 而大大节约能源提升生产力 而这些都是洛建兵和团队 每个人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你想想 钻木取火对人类影响多长时间 滚动代替滑动也有影响多长时间 将来超滑肯定影响 更是一个 不是几十年 也是受百年 受千年 受万年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遥度 中文字幕——YK